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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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還有在場的各位的師長 還有我們的師資生 以及我們的石崎老師 大家早安 我是師配中心的王秀淮老師 今天很榮幸 今天能夠參加這個會議 剛剛就像我們前面的會賓講的 其實大學這個招生與考試 這是一個整個來講 從社會流動的這樣的一個現象來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 也就是整個社會非常非常矚目的一個制度 在我們所做的國際研究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大概基本上在歐美西方 因為他們是比較是 就是個人事性的這樣的一套制度 所以他們很早就發展出來所謂的申請 以個人的這個各種才能去做申請 那在這個華人的地區 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就是考試 就是以前講一世定終生 想當年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是先填了志願才去考試 然後後來才是先考試再填志願 然後再慢慢慢慢的做 所謂的大學考試的改革 大概我們的改革做了三十四十年 所以一直到現在 據我自己的研究發現 我們臺灣現在的大學考招制度的多元性 其實是在各國之管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管道 那很多時候是大學端他們做的一些改變 比如說清大 台大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學生做很多的 一些比如說希望入學 火星人計畫等等 但是呢 從大家也知道配合伊里馬克剛開始 那我們的這個 就是說現在整個是中央這個部分 整個把其度做了一個 算是一個變革 所以今天我們這整個program 就是在談這個 其實涉及的是大學怎麼樣考怎麼樣招 然後高中端怎麼樣去輔導 那今天第一場呢我們就請到了這個考 就是大學入學考試招生會聯合會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招聯會 大家一般來講招聯會 那招聯會其實是各大學的這個組成 那他們是基本上是定定大學考試的制度 OK 所以今天非常的榮幸 我們請到招聯會的這個公共事務的這個 這個徐慧經經理來跟我們談 他要跟我們談的呢 不但是我們可能也聽過的這個制度的變革 更重要的是有一些 要跟我們破解我們的一些迷思對不對 所以來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徐經理 謝謝 各位早安 我想先問一下現場 因為我們除了現職的老師之外 也有實習教師還有師陪聖 那我想請問一下現場的那個 各位就是有誰是90年之後入學 就是透過申請入學 個人申請或者是繁星推薦館進入大學的 哇好多 好那我這樣講 謝謝請放下 那這樣我講起來呢 可能就會比較放心 基本上未來的新制度 跟您過去參與升學的時候呢 是差不多的 我們做的其實111之後只是做微調 包括說在時程上面微調 或者是各位過去就是在上傳這個備審資料的時候 可能在時間上就是高三下的時候一次上傳 那我們只是在這個資料的收集 然後還有上傳的時間 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基本上大家 那如果大家都是對個人申請 或是繁星推薦有概念的話 那其實整個制度的調整是不大的 那前面我想要先釐清一下 最近我們常常 包括我開車 或是聽到很多的廣告 補習班的廣告就會說 學測考了買積分還不夠嗎 然後或者是學習歷程檔案 占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很多人呢 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會覺得說 好像未來的升學 就是學測百分之五十 學習歷程檔案百分之五十 然後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剛好一百 那這樣這個觀念呢 其實是錯的 因為就是會讓社會各界有個極度的恐慌 覺得我的學習歷程檔案 就是要佔百分之五十 那不是我想要跟各位先澄清 就這個是錯的 制度還是一樣 你要先以學測成績 先透過了篩選之後 再來進入第二階段 那第二階段的時候 就是學測的採計 因為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所以剛剛所提到的這個P 也就是綜合學習表現是百分之五十 大於等於百分之五十 那這個綜合學習表現裡面 又分為P1 P2 那大家比較簡單的概念 就是P1是在高中的時候可以做的 那P2呢就是大學 可能大學辦的口試啊 面試啊 筆試啊 或實作 那所以這個加起來的話 也是大於等於百分之五十 所以絕對不是說 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進了考試 然後我拿了學測成績之後 百分之五十 然後另外再加上那個學習歷程檔案百分之五十 然後就這樣一次就決定說 兩個加起來除以二 就決定我有沒有要升大學 那這個觀念呢是錯誤的 那也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能大家聽到這個錯誤的訊息的時候 也可以幫我們釐清一下 好 那我現在來開始進入主題 在九十 招聯會是在民國大概八十八年左右成立的 那在當時呢 我們其實有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考試呢是要專業化 那招生是多元化 為什麼招生呢要多元化 其實各位念教育的都一定會常常聽到一個 就是愛因斯坦就說過啊 如果你讓一隻猴子 牠去比賽游泳 你讓一隻魚去比賽爬樹 那牠們永遠這一輩子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沒有用的人 那相對的其實整個招生的制度的多元化呢 目的呢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 適性讓每個人找到自己對的位置 所以那每個人他適合的位置不一樣 有的人適合短跑 有的人適合長跑 那所以我們希望提供的是學生有多元的選擇 才可以就學生而已 他可以適性的發展 那就大學而言 他也可以適性的選材 下一頁 這目前呢 有四個主要的招生管道 那其中特殊選材的部分 顏色比較淡一點 因為這個不是大學招聯會的業務 而且再加上就是說 他的 他大概每年就是1.5%的 招生名額的上限 那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和考試入選 就是屬於招聯會的業務 也佔了大宗 其中繁星推薦的部分呢 在過去最早是清大開始 那當時呢 是希望考慮到就是說 很多偏鄉的高中 可能他的學生 有非常優秀的學生 但是呢 他可能沒有機會進到頂大 那在當時是希望 能夠讓這些偏鄉的學生 他也很努力 讓他有機會進到頂大 但是在之後呢 因為教育部的 開始推動希望高中職的 均職優職化 那也希望校校等職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就是人才不要流失 因為假設大家的 如果你是在比較偏鄉的地區 或是比較 比較偏向地區 你可能會覺得 為了孩子的教育 你會希望到都會區 那就會造成人才的流失 假設你留在地方 也能夠孩子得到很好的教育 或很好的機會的話 那這個人才流失的問題 就可以比較減緩 所以在後來的時候 繁星推薦呢 它就是開始擴大的普及 那這個個人申請入學的部分呢 是這所有的管道當中 唯一學校可以挑學生的 因為不論是繁星推薦或是考試入學 基本上是分數到了 那你繁星推薦的話 你成績達到的這個標準之後呢 是透過學校推薦 你跟同才競爭 那考試入學 相信大家就很清楚 就是聯考用分數來決定 那只有申請入學呢 是可以 學校 學生可以選學校 但是學校也可以選學生 那學校要怎麼選學生呢 除了學測的成績 達到了過篩達到了門檻之後呢 接下來看的呢 就是其他的表現 綜合的表現 包括了前面提到的 就是書審的資料 或者是學校還另外進行面試 比試口試 那考試入學的部分呢 相信就是大家比較清楚的 就是依照成績的分發這樣子 往下 那這四個考試呢 是大家學生會遇到的 那我今天其實也帶了一些武功秘籍來 那包括了說簡章的部分 好我就先從這個最早的是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那英聽的部分呢 他一年是考兩次 那第一次已經考完了 第二次的時候是12月12號 好那英聽測驗的成績呢 分成四個等級 A B C F 那A的話呢 就是幾乎都聽得懂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高中英聽的話呢 這個成績呢 是可以折優 所以假設你第一次已經考了A級 那你第二次可以不要考 那相對你第二次是 第一次考了B級 你可能第二次的時候呢 考了A級 當然是選擇A級 可是換個角度想 假設你第二次的時候沒有考好 第二次考了C的話 那你當然就可以折優選擇第一次的B級 那學科能力測驗的話呢 有國文英文數學社會 自然總共五科 是以15級分來計算 那接下來呢 他的考試呢 一定是在過年之前 所以是在明年的1月22號 23號考試 考完學測之後就是數科考試 那數科考試的部分呢 就是音樂美術體育 再來呢 是7月的國文英文的 總共10科的這個指定科目考試 跟過去的聯考時間一樣 都是7月1號到3號 那他的成績呢 是以百分之來顯示 這幾個主要招生管道的流程呢 當然就繁星最早 然後再來是個人申請 最後是考試入學 其實這整個流程 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放棄錄取 因為這個時間點呢 其實我們常常 包括說招聯會 常常接到電話來 他就說 啊我忘記放棄了 那要怎麼辦 他可能 我們最常接到電話 就是這個個人申請入學 他忘記 就是他忘記放棄錄取了 結果後來他還是去考了指考 那他考了指考之後呢 他覺得他指考分數考得還不錯 可是因為他前面沒有放棄入學 所以呢 他的指考 他考了指考 但是他就沒有辦法參加這個 因為他在上網登記志願的時候 他才發現 哎唷為什麼我被擋住了 所以呢 這個放棄錄取這件事情 就是未來各位老師呢 你要千萬要提醒學生 這個時間點 假設你是繁星推薦的話 你要放棄 繁星推薦假設你已經錄取了 那你放棄的話 是只能參加考試入學 好 那假設你 你如果 你就算放棄了 你只能參加考試入學 你已經不能再走 這個個人申請入學管道 那你個人申請呢 沒有放棄的話 等於你考試入學的部分呢 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可能 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下一個 這個是目前的各招 各招生管道的這個比例的部分 那各位右邊的這個部分呢 是目前的大原則 就是繁星推薦不超過15% 個人申請是45% 考試分發是40% 特殊選材是1.5% 那這個左邊的部分呢 分母 分母是用招聯會的三個管道做分母 並不是以全國 因為全國的高 就是大學的這個名額還包括了單招啊 或是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管道 所以我們純粹是以招聯會的這個 年度的招負責的比例來看呢 繁星推薦是15.1% 個人申請是50.4% 那考試分發是34.5% 大家會問說 為什麼個人申請比較多 那這個名額呢 不歸招聯會館 教育部負責 所以如果各個學校呢 他在這個個人申請的時候 他觀察到學生的表現還不錯 或者是他希望增加這個名額的時候 他是跟教育部來專案申請 那前面的名額最後回流 再加上就是會回流到考試分發 所以這個是實際上的名額 下一頁謝謝 好這個是特殊選材的部分 這個網頁呢 如果學生未來他有需要走特殊選材管道 是可以推薦他們看的 因為我最近剛好問到有人問我說 他的某某小孩子啊 想要去透過特殊選材 然後進入獸醫系 那問我說獸醫系有什麼特殊 然後其實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幫他上網去找了 那基本上因為那個學校呢 他過去有一些學生 特殊選材進入獸醫系 有一個呢 是因為他有特殊產能 那個學系有訂出一些條件 就他是參加 因為以非常優異的生物成績 然後去參加 美國巴克生理工學院的這個 基因工程的一個競賽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亮眼的 那包括他生物成績非常優秀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他不同的教育資歷 或者是那個學校呢 他就希望設定就是農家子弟 包括各種條件 所以有兩種極端 那這些資訊要怎麼找 這些資訊呢 都是進入大學多元入學生選網當中 他這個右邊的特殊選材的訊息管道 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這個 那下一頁謝謝 接下來呢 就是談繁星推薦 繁星推薦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希望校校等職 校校均職化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資格的部分 是全程就讀 國內的統一所高中的一屆畢業生 那學校他會 大學學系他會定說要求 在校學業成績的排名百分比 好那現在我想請教各位 那假設我是高中我是轉學生的話 我可不可以參加繁星推薦 對是不行的 假設你是轉學生的話 你就不符合全程就讀 國內統一所高中一屆畢業生這樣的條件 再來的話呢 就是要高中推薦 那每一名學生呢 僅會被推薦到一所大學的一個學群 那統一所高中呢 針對大學的每一個學期 你可以推薦最多符合資格最多兩名 好那再來就是分發的錄取 他的第一輪的話呢 先以在校成績百分比來排名 那這個時候呢 提到就是 以同一高中以錄取一名為限 好那這個時候呢 就我上次在台南 在高雄參加一個說明會的時候 台南二中的這個李保利主任就說 我們台南二中很厲害喔 我們光是那個成大 繁星推薦 就有錄取了五名學生 我想說大家想說不對啊 不是一所大學只能夠錄取一所高中的一個學生嗎 為什麼你可以錄取五個 OK那他就是在第二輪分發 第二輪的時候就是在第一輪的時候有缺額的話 進入第二輪 那第二輪的話呢 就不再限制說同一所高中的這個錄取人數不再限制一名 那他放棄錄取的話 就是你依照學群無論是放棄與否呢 是不可以再參加個人申請 那你錄取生需要放棄 否則就不可以參加大學的考試分發 那這唯一當中的唯一差別的就是第八類學群 第八學群的部分就是大家有印象的這個一牙學群 因為一牙系的話它是要進行第二階段的面試 那所以它的這個部分呢 你如果是一牙的話 因為你的第二階段的這個面試的時間 跟申請入學的時間 跟申請入學的這個時間是重疊的 就是你繁星推薦你的醫牙還沒有放榜 還沒有公佈成績 那這個你的放榜的時間比別人晚 所以你是可以參加個人申請的一些作業 那我現在再請問大家各位一個問題 假設我的繁星推薦 我上了成大的醫學系好了 那我後來的 因為我同時還是可以參加那個個人申請 那我個人申請上了台大醫科 那請問我可以選擇嗎 對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過去就曾經遇到 就是他繁星推薦上了成大醫學系 但是後來他這個孩子還是非常優秀 後來個人申請他又上了台大醫學系 那他想要做選擇 很抱歉其實是不行的 就是因為你繁星推薦已經錄取的話 無論放棄與否都不 你就是沒有辦法再參 你雖然因為就時間而言 是會給他一些空間 但是你是沒有辦法再去 你是沒有辦法做選擇的 下一頁謝謝 這是繁星推薦的校系分則示例 那這個部分呢 我帶來這個是110年的簡章 其實我為什麼今天想要把簡章帶來呢 是因為未來這些好都是各位老師的這個寶典 因為未來大家都會用到 那這個繁星推薦裡面 校系分則示例呢 其實大家打開來密密麻麻的 每一個學校呢 就是都會列出的這些示例 他就會提到就是說 國文這個學系他會要求說 他國文要達到軍標 英文要達到軍標 好那英廳要B級 所以你達到這三個條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被學校推薦 那學校推薦 他第一項一定是比在校學業成績的 校排名的百分比 第二點的話呢 就是比國文 就是這個是校系自訂的科目組合 在過去的話 是因為有五科總積分 所以通常第二項都是比總積分 但是因為現在取消了這個 五科必考的規定 所以也沒有五科總積分 所以這個就是校系自訂 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學校他自己決定說 你要數學、物理、英文的 這個在校成績的百分比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校系自訂 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說 他這個所使用的科目 全部所使用科目 使用學測的科目 不會超過四科 那另外呢 大家就會問我說 那這個學業成績 校排百分比呢 是誰決定的 就是怎麼定的啊 類似 我們常常也會有人問說 那像以前社會組跟自然組啊 那個 到底社會組跟自然組 你全部放在一起比的話 那誰比較厲害啊 那或者是說 未來的話 又有數A又有數B 你修的東西不一樣 怎麼一起比 各位這個是高中 校內呢 會有這個推薦委員會 他們會自己來討論出一個 校排的遊戲規則 而且會事先討論完之後公告 所以就大學而言 我們大學而言是 無法去介入說 你高中怎麼去 去為學生 就是怎麼幫學生打成績 或是學生的排名 那這個部分呢 是高中自己 會有一套遊戲規則出來 下一頁謝謝 那剛剛提到的繁星推薦 就是第一輪分發之後呢 進行第二輪分發 那基本上第二輪分發 就是第一輪有缺額之後呢 就可以到第二輪 那就不再限制 就是同一所學校 對錄取人數不再限制一名 下一頁謝謝 好 那這個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 你可以同時被繁星推薦 又申請一亞學系 但是繁星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考試呢 在個人申請的時候 是不得報考同一所的 所以假設呢 你繁星推薦第一階段 你已經通過了 陽明醫學系的話呢 那你在第二輪的時候呢 你就不能再報那個 陽明醫學系 不好意思 因為我時間比較乾 我來操作 然後再來的話 繁星推薦的 剛剛提到是繁星推薦的部分 那再來是個人申請 那個人申請的部分呢 他的志願最多可以填六個 那整個這個流程的部分 可能大家大致先看一下 然後這個部分是 校系分折的示例 也是在這個簡章當中會呈現的 那這個部分呢 大家其實 基本上就是 招生名額呢 招生名額是 像這個學系 他的招生名額 是33名 那第一階段篩選就是 篩選出三倍率 也就是99個人 然後再依照檢定篩選採計 檢定篩選 篩選出人數之後呢 再進行第二階段 再來 再來 再來考試入學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大家就比較熟悉 我就跳過去了 好 接下來 談的是 談的是108的 這個 就從108之後就開始 陸續做了一些變革 包括說大學校系呢 使用學測最多四科 因為以前是五科總級分 然後再來呢 就是同級分超額篩選的項目改變 那學測呢 辦理考科 考五科 但是學生是可以自由選考 所以學生可以考五科 但是大學校系用一個 大學校系最多就是只能用四科 好 這個四科怎麼算的話 就是全部都加起來 減定篩選採計都包括 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過去啊 同級分超過篩選的時候 就是比總 以前是比總級分 後來就是比 就是 你上面所有使用過的科目總和 那總共是四科 最多不超過四科 但是在後來的時候 其實有陸陸續續 因為出現一些超篩的問題 所以招聯會的常委會也做了一些調整 就是再增加了分科組科篩 那分科組科篩呢 有沒有用 是真的有用的 因為過去呢 這個是一個實際某一個消息 來做一個評估 就是他 他超篩了191個人 但是在他後來再增加了一科之後呢 其實他超篩 他篩選是82個人 那他原地是塞81個人 所以是真的有效降低的篩選人數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事例 好 我們接下來談的就是111的部分呢 111的部分呢 我前面一開始就提到就是 111跟大家過去呢 其實是只有做微調 那微調的部分呢 第一個就是繁星推薦 因為我們非常重視你在校的表現 尤其以前呢 大家可能常常會等到高三的考完學測的時候 高三下的時候 高三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已經比較不重視這個 高中的課業 那我們希望說他還是回歸到正常的情況 所以第一個繁星推薦的 學業成績的平均呢 是從本來的四個學期的成績 擴大到五個學期 那這個生活科技呢 和資訊科技的這兩科呢 也是因為新科剛加入的關係 好這個是XYP 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剛剛前面周主任有講 X就是學測 那Y的話是分科測驗 也就是現在的指考 但是沒有了國、英、術、以三科 那學習歷程檔案 前面有提到 P1基本上就是在高中階段完成的 P2就是大學所辦的 那P1的部分 學生基本資料、修課紀錄、多元表現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包括學習歷程檔案 那P2的部分呢 就是面試、比試、始作 這個部分是大學辦的 所以大學呢 他在看中和學習表現P的時候呢 他不是只有看P1 而且他也不是只有看學習歷程 那他還會包括了這個P2面試、比試、始作 而且前提是他第一階段要先篩選過關 這個部分可能就比較清楚了 各位的右手邊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現行個人被審資料審查項目總共有17項 那未來的學習歷程檔案呢其實是六項 那他對照過去呢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說做了一個分類還有歸納 這個表格呢可能也可以比較清楚 就是說現行的 因為現行是用PDF檔上傳 那未來的話呢是在 未來的話就是直接從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當中勾選 那包括這個 剛剛前面就是17項 統一歸納成六項 而且重點就是以校內活動的課程為主 經過教師認證 那為什麼 我也希望以校內課程為主 這也是要避免就是說過度的 大家以前會講說軍備競賽 或者是家裡經濟條件 擁有比較多資源的人 他可能在校外可以有比較多的機會 那未來這些機會呢其實 我們是希望還是以回歸到學校和高中的為主 而且再加上是經過教師認證 所以以前大學教授看到資料的時候 可能想說真的假的 那麼厲害 結果但是我們現在經過教師認證的話 他可以提升可信度 那再者就是說 我們是從以前是高三下 開始翻箱倒櫃把那種都找出來 然後以後就是逐年勾選之後 逐年上船 然後高三下就在勾選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上次在台中的時候 有一個新社高中的尤老師 他就說一個舉一個例子 他的學生有一次就打電話來說高三了 就說老師我在高一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什麼資料我就不錯 你還找得到嗎 老師就說兩年前的事情我是很困難 但是後來他的學生他就想到 他只要是帶高一的學生 他在一開學的時候他就買了一個 file夾 一個學生送他們一個 然後就說你這高中三年當中 你有什麼東西全部丟進去 你只要覺得你好的表現啊 什麼獎狀啊 或是你好的作業什麼 就丟進去 等到你高三的時候你就直接從裡面拿 你就不用再去找 不用翻箱倒櫃子 那其實學習地層檔案就是這個概念 它就是一個資料庫 你有東西你就先放進去 那等到高三的時候呢 你就從裡面去挑 那所以大學呢 你那整個file夾你都看得到嗎 大學都看得到嗎 不會的 大學只會看到的是你勾選的 那再者就是說是有限量的 那就是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學生的特質跟亮點 這是現行跟未來學習地層檔案的比較 當然因為它透過數據化 而且有老師的這個認證之化 就比較有公信力 那因為它是逐年上傳 所以它也比較可以避免急救張 並且呢是比較真實反應學習狀況 那而且在未來的時候逐步建置的話 才可以讓審查也可以更專業化 這個綜合學習表現的部分 是一一開始 就是我們現在的話就是p1跟p2呢 的部分呢就是未來的話就是 其實跟現行是差不多的 就是p1還是要大於p2 但是所以基本上呢就是p2-p1的話 小於等於10% 那滿足一下就可以 好那這個為什麼ER學系這個部分是例外的呢 ER學系這個例外的部分 並不是說他們不重視 而是我之前呢其實有回頭去查過 111之前 就是目前的一些簡章 有一些校系呢 它的這個學習 它的書審資料 是要求你要列書審資料 但是它上面寫的是0 那可是未來之後呢 我們EA 因為他們還有透過其他更多 透過面試可以更了解學生 那他們已經建置了很多年的管道 那再者的話呢 所以EA的部分呢它是可以10% 好再來就是我們最近 對最近有一些問題 這個我想可能這個問題講完時間就差不多 就是現在網路上常在講說 假設有三個學生 王同學學測55級分 學測55級分 然後學習歷程25分 陳同學學測25分 學習歷程55分 張同學學測和學習歷程各40分 因為它加起來都是80分 你是大學教授的話 你要挑哪一個 大家要挑王同學還是挑陳同學還是挑張同學 對 其實這就是一個那種陷阱題 因為第一個就是大學教授他在書審的時候 他手上呢 是看不到學測成績的 所以他只能夠就他書審的資料來看 好再來就是個人申請的制度呢 他第一階段一定是篩出三倍的學生 所以呢 剛剛提到一個是25級分 一個是55級分的話 他成績差距那麼大 基本上他應該不會 就是兩個人不會同時塞進來的 因為假設呢 我們就看王同學的話 他是學測成績比較高 所以他第一階段學測成績比較高的話 他如果跨過這門檻 那基本上另外兩個 王同學跟陳同學兩個人差了30分 陳同學可能第一階段 就被刷掉了 那再來就是陳同學的部分呢 他如果是 他的表現就是 那個書審資料表現就非常好畫 那就顯示說這個校系呢 他的取材呢 是比較不看重這個學測成績的 再來的話 張同學的話 基本上就顯示說 這個學系是比較希望看到 收到均衡跟通財型的學生 所以問題呢 不是大學教授要挑誰 而是呢 學系著重的是什麼 因為學系他在前置作業的時候 已經就會先討論到說 他希望招到什麼樣的學生 而且呢 會有定出一致性的這個公平性的這個審查標準 然後最後 最後 營隊會不會影響到申請入學 就是因為營隊呢是學生辦的 不是學系辦的 再者就是說 學系 教授在看營隊呢 頂多就是 你要呈現的是 他 對這個學習 就是對這個學科 他是有興趣的 他有過什麼反思 但是如果你只是像基典一樣 就是我參加過幾個營隊的話 那很抱歉的 其實我要套句上個禮拜 那個詹夫講的就是 你可能在家裡睡薄一點 營養一點 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學習歷程檔案呢 就是你要參加這個營隊呢 基本上你不要想說 我是要填在學習歷程檔案當中 就是如果這個營隊是 你不能放在學習歷程檔案當中 你還是想參加的話 那就鼓勵這個學生去參加 OK好 不好意思我時間有點超過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